詞曲 李宗盛 他的名字其實應該是陳巧霞 可是等到他的父親 就是我爺爺去登記他的出生跟名字的時候 那個負責登記的人 他們說是馬來人 所以他聽不懂那個華語發音 就把它註冊為丹阿勇 就華文名字就改為陳雅榮 所以在他身份中是寫陳雅榮 雖然他現在行動不方便 有很多身體上的局限 可是那個毅力沒有改 還是跟他年輕的時候一樣 就是答應了一個人 他一定盡所能去把東西做好 沒有放棄 當我跟我哥哥大學畢業之後 他覺得整個心口好像鬆了一口氣 他就不必再擔憂我們的生活費 因為我們兩個都開始工作 他就開始去想他想做些什麼 他就除了白天做工 他晚上就去上夜校學英語 所以他說他那個時候上英語 上到文憑應該是等於差不多小六英語的等級 所以他其實等得到那個文憑 所以那個時候他很開心也很自豪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是很辛苦 因為在我一歲的時候 我附近就突然間心臟病發作去世 那個時候我哥哥三歲我才一歲 他一個人就必須撐起整個家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其他的家庭成員 都沒有辦法給他任何經濟資助 所以他全部都要靠自己跟自己的店鋪 把我們兩個帶大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很難的 因為那個年代大多數的女性 都是必須靠丈夫來維持生活 所以那個時候他可以自己一個人 靠自己的實力帶大兩個孩子 我是覺得非常難的 他那個時候真的是很勤勞 他每天一大清早起來 然後就坐到晚上九點十點 然後星期一到星期天都需要做工 所以那個時候他是 毛不停地沒有時間休息 就是他的毅力吧 就是他不管碰到怎麼樣的困境 他都搖緊牙關 跟自己講一定要努力過 而且他的那個奮鬥精神 就是 而且他的那個敬業精神也是 他對待他的客戶 對待他的生意 對待他的伙計那個時候 都是很公平的 他帶人處事也是很小心 他不是那種到處閒著講是非的人 因為他在學校的教士 都是在學校的哲學 你說的很多人 我有很多人 有機會 但是這個時候 就是在學校的看法 和過去一段時間 非常谢谢她 大学我们两个人同一个时候进大学 所以其实学费是很高的那个时候 可是她并不让我们去拿学生贷款 她一定要我们用她的钱去付那个学费 让我们一毕业就可以轻松的就业 而不需要担心那个贷款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因为家庭环境很苦 她很严肃 因为她其实是背着父亲的责任跟母亲的责任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很怕她 她很少笑容 我们也很少说话 可是现在的她反而笑的机会很多 很容易你很容易逗她开心 小小的事情她就很容易大大声地笑起来 也访养小的事情 她刚刚才会起来 养小的事情 也许养小 problem 不是很不客气 那时候我们来开心 我们要找到一个人的 Stress 它担心 我们再来遇见 我们还要担心 我们可以打扯 我们要担心 我们 OP 我们就把祝不收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